桃園市圓夢愛心關懷協會 長期推廣每月以愛的愛心活動 這次由逆風劇團以真實故事 作為藍本的戲劇作品 探討社會上的毒品問題 以及逆境而少面臨的困境 那沒有一個孩子是志願變壞 所以我們應該給孩子機會改變 那今天我們是按照逆風劇團 這些青少年的孩子們 自己親身經驗發生的真實故事為例 一起來探討國高中的毒品問題 那我們希望藉由今天的演出 能有效的赫止毒品的使用 那也能警惕大家毒品的危害性 我帶你去這件什麼報 我不行 我不能去那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唯一的有用 因為我們逆風劇團 其實從2020年就開始 做反讀劇的校園巡迴 那最開始做這個反讀劇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逆風劇團在帶的青少年 常跟我們講說 老師或者是導演 我在學校看的反讀劇我覺得很假 我覺得沒有什麼樣的感覺 因為他們其實都有一些切身的經歷 他就說那不然我們來玩玩看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了這個 校園巡迴的反讀劇 然後回想也還不錯 然後慢慢我們就開始 來去深入這個議題 因為我們這些青少年 他其實在經歷過這樣的 痛苦的過程之後 他也想要把毒品這件事情的危害 好好的告訴他們 童年凌晨的人 這件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他有什麼樣的故事 那你要不要這樣子的選擇 不要這樣 不要再打我好不好 拜託啦 我覺得不管是後現代文本 還是經典文本 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在講 社會很多不同面向的事情 還有包含人性 可是我覺得真人真事改編的事件 你比較能清楚的了解這些事情 是怎麼影響那些人 跟影響之後他們進而為什麼去 做怎樣的選擇 五百塊一百塊二十塊錢 你身上一定會有錢嗎 我跟你講我現在就幫你打電話 結果會比較知道 其實你知道跟你實際看到 跟感受到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些事情 可能我們都知道有在發生 可是實際看到這些事情 怎麼影響一個人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活動也邀請了小豆豆音樂舞蹈教室 參與演出 呈現多代同台的精彩表演 多元的表演形式呈現 帶來歡樂和感動 更凸顯了組織對社會的貢獻 及弱勢群體的關懷使命 希望促進社會凝聚的力量 呼籲社會關懷弱勢 更期待孩子在未來有成就時 也能為社會付出與回饋 從受助到助人形成正面循環 記者林又成採訪報導